這時候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北韓最近幾天非常挑釁 是沒有錯 其實北韓從這個12天來 一共試射了六次的導彈 除了我們剛剛在這個VCR看到裡面 這是第五次試射 距離最長的這個火星12的導彈 跨越日本海之外 在昨天北韓又試射兩枚短程的 這個導彈 然後從平壤周邊 往這個日本的這個東海 來射擊就進入日本的 這個經濟海域專屬區 那與此同時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在美日韓現在正在這個 日本跟韓國中間的這個海域 進行軍演的時候 就在昨天的時候 這個北韓的12架戰機 其中包括了8架的噴射機 跟4架轟炸機 竟然就到美日韓的 軍演的海域上面上空 來進行一個挑釁 而導致南韓派出了30架的F-45K 來跟北韓的12架戰機進行對峙 而且是對峙的時間長達一個小時 那幸好是沒有查槍走火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說 在12天這12天的過程當中 金小胖變本加厲 不但兩天射一次導彈給你看 現在連這個軍機都開出來 直接到美日韓這個軍演的區域 來進行挑釁的一個動作 可見的看起來金小胖他這個持續的加壓的過程 還在進行難怪也有國外的專家在評估 這是繼2017年以來 東北亞朝鮮半島局是最危急的一次 那2017年的時候照這個程序走下去 接下來這個當時的也是金小胖他試射了這個 所謂的長程的洲際彈道飛彈 接下來就是核四報的狀況 所以也有研判很有可能就在中共的二十大之後 十月十六號到這個美國的期中選舉 十一月七號這二十天之間 金小胖有可能會試射五年來 第一次的洲際的彈道飛彈 也有可能進行五年來第一次的核四報 那這個東西其實對美國的挑釁 跟這種威脅的壓力更加的龐大 看得出來這整個狀況 中俄聯手請北朝鮮的這個動作 恐怕在未來一個月還會持續下去 一方面支持北朝鮮 二方面也等於是支持自己未來 在核威脣上面的正當性跟合法性 所以看起來這個東北亞的兵凶戰危 戰於密布還要持續